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今天要挑战的游戏是 刘君浩解说提出的 SCP收容失效 其实这款游戏在很多期视频上方 也都有出现过 因为我是比较好奇 就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 这是由同名小说改编的一款 恐怖逃生游戏 这个听起来就相当的刺激 没有听说过这款游戏的伙伴 没关系 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SCP的体员是有这么一群网友 凭借着它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还有超大的脑洞 写出了那么几千个怪物 然后把这些怪物 之中放到了一个机会里 编上了不同的标号 所以在今天这款游戏中 我们很有可能要面对的 就是这几千个怪物 当然 它们每个都只有一种危险的心 马蝶 是什么 猫鬼死人 好的 今天的挑战就是 全程不能接叫 然后要顺利通关这款游戏 小伙伴们祝我好运 当我们开始 甜天王系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 宇宙超级平底国王小卫 作为一名敌级囚犯 今天我接到一项测试任务 他们说如果我好好配合 本月底就能离开 这个总是阴森森的收容所了 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来到了这里 SCP-173 诶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原来还有人陪我一起吗 所以这个靠墙站的大头娃娃 就是173吗 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我去 我怎么看到地上都是血 他 他怎么跑到我面前来了 你别动啊 我有目击证人的 你冷静点 吓死我了 原来底下这个桃一空 我就会眨眼 一眨眼 这个173就上来了 这次我得学聪明点 我站得离门近点 方便待会儿逃跑 天哪 我真是太聪明了 诶诶诶 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抖起来了 我去 出bug了 我被开到门里了 你感谢 这 我就是想离门近一点啊 谁来帮我住去啊 哈喽 喂 没办法 我只能又从头再来一次 还是躲到他们俩后面 咦 来来来 快跑快跑 别过来啊你 怎么黑了呀 他就和上面的人打了 给我赶紧同学表流 把门关上 好黑啊 谁能救救我 这里有个防毒面具 接着往前走 这里面是啥呀 怎么就一个空玻璃房呀 走进去 不会死吧 好像也没啥嘛 那往另一边走吧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踏轿 这 这里面是不是有怪物呀 真的好黑呀 我好害怕 算算 赶紧溜吧 对了 我把防毒面具戴上 又是个三岔路口 先往这边走 什么声音啊 有人吗 我 我是被电死了吗 这次走这边 哎呦 又是啥呀 别吓我呀 我怎么又碰到这个摇七三了 不行不行 这次走这扇门 这里真的好多岔路呀 我感觉我要迷路了 我去 这里还有只小黄鸭 什么情况 那就往小黄鸭这边走吧 这房间需要磁卡才能进 先往里边走 我去 这 这是个啥呀 是就在里面吗 大哥 我 我 我就是 借过一下啊 也不知道你是几号 我是该看你呢 还是 不该看你啊 哎 我过来了 他没动 哇 终于碰到个友善点的啦 接着往前走 哎呦我去 你 你这个大头娃娃怎么又来吓我 我该 我该怎么办 哎呀 完了完了 我要眨眼了 哎 我现在不敢出去啊 一出去就碰到那个摇七三 只要我不定给他看 那我就必定量啊 哎呀 他果然在这里 我来眨下眼啊 然后直接冲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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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成功过来了 怎么还有人拿着枪的 还真人也太过分了吧 小的妈 我在这里死了无数次后 终于发现一个方法 就是先等上一段时间 然后趁他们不注意 冲过去 就像这样 然后先来看看这里面啊 没路了 哦 这里就是闭门了 不是打不开啊 应该是还得要什么东西 完了完了 几位就在外面 出去就是死 又得冲头来了吗 这次我往前面走 嘿嘿 我过去了 哎呦 吓我一跳 再走一遍 那个摇七三在哪里呢 呦呦 这次好像没刷怪 那我赶紧把门打开 没追来吧 把门关上 把门关上 现在应该暂时安全了 慢着 怎么会有开门的声音 哦 你怎么又来了 哦 原来这里就是A门啊 哎呦 我去 吓死我了 哎 你怎么那么一魂不散啊 那我现在 该往哪里退啊 啊 这里有个房间 赶紧把门关上 可是没路啊 嗯 哎 怎么自动堵跳了 这是哪啊 外面怎么变亮了 我这是 成功逃生了吗 啊 爸爸 我终于出来了 嘿 今天的挑战 虽然成功了 但是我现在 好害怕啊 我好不敢睡觉了 妈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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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